謝謝主席 有人擔心警員有僭建 租樓有個潛篷都罵到飛起 但是毛孟靜就僭建 車房變住宅 真的十年了 你說得對毛孟靜 十年都不拆啊 十年都不拆啊 為什麼你們不回頭罵一下毛孟靜啊 雙重標準嫌人歡己 對自己人就唔聲不出 對其他人就咬不放 主席 我想問的是 很擔心現在年輕人犯罪的情況 十八歲以下 因為反修例 一千四人被捕 現在很多十二三歲的 都已經被定罪 又有人因藏氣油彈 22歲 又被判囚十二個月 很多家長跟我說 很痛心 家長很希望我跟年輕人說 當你們去參加 被人煽動去參加這些違法行為 之前 你行動之前 想一想家人的感受 想一想父母有多擔心有多痛心 如果真的被人抓到坐牢的話 就是前途盡毀 再想一想 現在那些反對派 中暴派的議員 自己有沒有去衝 有沒有去陪你坐牢 他們有沒有被人抓 你們是否做了別人 他們就聰明人就出口 你們笨人就出手 那些家長說痛心疾首 市民都很傷心 現在還有很多暴徒都還沒抓到 1111馬鞍山火燒人 李白跟我說 希望我跟一哥說 抓人 要將放火燒他的人成之於法 所以這些問題也是非常嚴重 最近最擔心的是人們放炸彈 也找到很多炸彈 一方面見到警方找到那麼多炸彈 我們就覺得警方執法有力 但另一方面 我又很擔心本土恐怖主義的崛起 以及接下來 反修禮有一周年 接著又說要七一 又有人說要搞遊行 可能有很多這些問題會出現 我想問一下 警方會怎樣打擊這些 本土恐怖主義和反修禮的暴行 以及怎樣可以幫助家長和年輕人 去多點溝通 讓他們不要繼續以身示法 因為這些暴力其實是不能解決問題的 市長 多謝主席 我想要打擊這個本土恐怖主義 首先我們要進行一個 以情報為主導的行動 希望他們在作出這些暴力事件之前 能夠把那些人抓了 以及把那些危險品檢獲 另外第二 我們其實最主要就是要整體社會 去譴責這些暴力行為 讓他們知道 做這些事是得不到社會的認同的 多謝主席